黑色高领毛衣看起来超保暖 法国总统马克宏穿的这件还是中国制造 现在欧洲人把中国大陆过冬八件套通通都买包 您知道这八件套都是什么吗 它们分别是秋衣秋裤光腿神器 法兰绒睡衣热水带暖手宝 取暖气电热毯和高领毛衣 中国大陆取暖电器对欧销售额月增300% 荷兰法国德国波兰买醉凶 秋衣秋裤保暖神器月增长几乎都三倍以上 中国专卖电热产品的彩虹集团 股价也因此在一个多月内飙涨超过132% 不只中国得利 美国也向欧洲大销易化天然气 每艘船大赚31亿台币 让能源巨头发大财 但也让天然气价格今年以来累计涨了75% 美国自家民众冬天可不好过 美国家庭不管怎样取暖 暖气账单一定涨 近半数人用天然气账单贵快三成 从724美元飙到931美元 然而能源问题也让汽车大厂陷入减产危机 欧洲汽车能源成本大涨14倍 可能减产四成 每季产能下降100万辆 BMW福斯受影响最大 而特斯拉德国电池厂也传出要延后到2024年 能源危机持续冲击供应链 董事财经新闻 柯华明黄奥天 综合报导